向着那个飞行器看了一眼是 杨幂看向王小飞道 我们还是要尽快把这个飞行器移走 我估计一些外国卫星也发现了这里的情况 王小飞把手一斩 飞行器就被他收进了戒指中的 走吧 我们回到内陆再说这事 有着王小飞在这里 那个人也只能是跟着他们向着滑下而去 一路上王小飞询问了才知道 这人叫做曹真华 是一颗叫做归地星的星球的修真者 他们那个星球距离地球有些远 不过上面的人大多都是从地球而去的一批人 在听到这情况时 王小飞和杨幂当场就愣住了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滑下金城的一处核心区域 这时已是做了不少的人 有修真高手也有着领导人 大家的目光无一例外地都看向了曹真华 在这么多的目光之下 曹真华就看了一眼 坐在那里的王小飞 说实话 曹真华本来并没有把地球上的这些人放在眼里 认定他的飞行器根本就没有人能够破开 要不是王小飞的话 只要修复了飞行器 他就能够快速地离去 谁也挡不住他 可是想到这里曹真华就不得不叹气 怎么就碰上了王小飞这样的修真者呢 现在好了 飞行器在王小飞的戒指里面 面对着那么多的修真高手 想走都已是走不了 只能够把自己知道的情况 向这里的人们说一下了 不过想到这事也没什么不可说时 曹真华也就放松了一些心情 这时杨幂看向曹真华道 曹真华 现在你可以说了 把你们鬼地星的情况向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们鬼地星 与你们地球上的华夏族是一家 曹真华开篇就来了这么一句 什么 到来的人都是华夏的大人物 大家一听这话就懵了 遥远的星球与地球上的华夏是一家 这事有些扯了吧 所有的人都看向曹真华 开始时大家以为抓到了外星人 都感觉到好奇 后来才知道那所谓的归地星 竟然与地球有着很大的联系 现在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 真的充满了吸引力 一号首长就认真道 你这话有何凭证 曹真华道 这是我们传承中的一些内容 其实我们鬼地星球上的人 在发展中也仅只有五六千年的历史 许多事情都还是传了下来的 五六千年 那就是皇帝传说的时代了 王小飞这时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猜测 也许真的是那个时代的人到了归地星 当时地球上的华弟在看到地球上的资源 已不足以把他的家族提升之后 他就聚集了不少的炼器师 炼制了飞龙舟 打算带着他的大军进入修正舰 曹真华缓缓地说了起来 皇帝 所有的人都看向了曹真华 这是华夏传说中的一些东西 可惜的是并没有一个系统的传承 大家并不是太清楚那些事情 大家的头脑里面就浮现出了皇帝时的场景 那是大量的地球战士 进入到那个庞大的飞龙舟里面 他们将要前往的是修真界 他们想如同征服地球一样 再次地把修真界也征服 那皇帝得有多么强大的魄力 想到这里 大家的呼吸都急促起来 你说皇帝成的是飞龙舟 杨幂也无法淡定了 传说皇帝始成飞龙而去 这里却说是一个什么飞龙舟 是的 顶级领宝飞龙舟 我们的国家里面还有着这个浮调 可惜的是 没有人能够再练制出这个领宝了 说到这里一个老头道 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国家情况 曹真华道 在规定性上有着不少的国家 都是我族分裂的 同梗同圆 他们后来分裂了 建立了不同的国家 不过最为强大的还是我们国家 我国大帝很是强大 二号首长这时问道 你们是一个国家 当权者并不是皇帝 而是称为大帝 曹真华点了点头道 皇帝是你们地球上的称呼 我们一直都是大帝的称呼 听到这里 王小飞道 你们那飞龙舟既然是领宝 想必里面乘坐的人不少吧 嗯 据说当时皇帝把他的力量 差不多都是送入了飞龙舟了 里面有着十万男女啊 大家暗自点头 十万人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庞大了 皇帝不是进入修真界了吗 怎么到了那个什么鬼地心了 一个老头问了起来 曹真华道 其实所谓的修真界 其实就是一颗充满了灵气的大星而已 并不代表着整个的修真界 什么 这时大家的神情都凝重了起来 一直以来 大家认识到的修真界 竟然只是一颗大星 你说什么 有人已是站起了身来 曹真华叹道 你们所指的修真界 其实就是一颗称之为修真的大星 这颗大星太大了 就算是大乘起的高手 也无法短时间内飞到尽头 不过 那也只是其中的一颗大星而已 在修真界 据说修真星球很多 这也是皇帝传承中的内容 具体情况 我就不太清楚了 听到这里 大家的头脑里面 一是浮现出了一颗 巨大星球的样子 心中的震撼非常强烈 曹真华向着大家看了看到 修真大星 其实是整得不错的一颗星球 在那颗星球之上 充满了庞大的灵气 修真起来也是非常的快速 不过那颗星球 距离我们这里是太圆了 圆的 只能用一种特殊的统道 才能够到达 天道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当创造了整个的世界之后 修真星与各个星球之间 就有这一条统道 一些大能者是能够发现这条统道的 只要在统道里面进行一个设置 这就能够到达修真星 这信息就有些大了 王小飞都不得不在这里 吸收着所得到的信息 王小飞有一种感觉 皇帝估计也非一般之人 要不然他并不会知道那么多的事情 杨幂道 你这么一说 那个通道会很快到达修真线 曹真华道 那是田道的通道 的确是非常快啊 不过 没有达到助记器之人 是根本就无法到达修真心的 一是由着田道的限制 二是 那星球上的灵气太强了 凡苏之人的身体 根本就承受不住 那颗星球上庞大力弄的注入 所以 从这统道传送时 助记高手能够黯然到达 但是 许多的助记之下的人 却只能是 到达种途的一些星球了 当然了 那些星球 比起地球上这种 灵气极少的星球 有强的太多 王小飞这时就问道 如果是这样说 各个星球到修真界都有通道 修真心上的人种就很多了 曹真华道 不错 修真心上的人种非常多 那颗星球很大 是每一个修真者 希望到达的星球 说到这里 向着大家看了看 曹真华继续道 鬼地星 是一颗种际星 那个地方的灵气 比地球上就多得太多了 这样的星球 还有着不少 其实 宇宙那么大 许多星球上都游着人类 这样的种际星 处于同一个位面 大家时常还是能够沟通的 只是你们这地球太落后了 无法与大家交流而已啊 一个中年人沉思了一下道 这样说来 以前从修真界回来的一些修真者 都是归地星这样的星球回来的 曹真华微微点头道 其实我们鬼地星 由于大地得到的传承不少 才知道这些情况 许多过去的修真者 并不知道他们到达的 并不是真正的修真心 这个房间里面 一下子静了下来 大家都没有想到 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你们鬼地星上 差不多都是皇帝带去的人了 有人就问了起来 曹真华道 传颂的通道会根据大家修为的高地不同情况 把人放到各个的种际星球纸上 鬼地星差不多就是凡俗之星了 皇帝带着十万人前往 其实大部分都是凡俗之人 自然而然的就落到了鬼地星上 皇帝他们那些强者 也是在传颂通道里面才知道这情况 那时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舔道意志不容皇帝他们留下 所以大量的人就居住在了鬼地星 后来又有一些强者 因为修为大掌 继续传颂 他们到底到达修真心没有 我们就不清楚了 还有这事 所有人都恶然了 让我们将我们去 但是我们不懂 那我们不懂